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東周網鬼靈精貴頻道 我們今天談到漁蘭節 請到陳嘉隆師傅解釋為何漁蘭節的原因 以及衣紙是怎樣選擇的 陳師傅 我們進去看看 好嗎 好 陳師傅 我想知道這個蕭嘉衣是否有很多原因 是 沒錯 蕭嘉衣是始源於東漢時期 蔡倫做紙的時候開始 蔡倫做的紙是很好用的 但蔡倫的弟弟蔡培做的紙是一塌糊塗 那怎麼辦呢 剛好她的太太有病 於是她拿了紙 把紙燒給她的太太 就說她的太太在地府沒有錢用 就拿這些紙燒進去 她的太太就有用 於是由東漢到現在 那些人逐漸加衣就開始形成了 那燒加衣有何不同 和普通我們燒給一些先人 加衣的就是被一些游泳野鬼 譬如戰亂死亡 或者有來到香港旅行 或者去些甚麼地方而身亡的人 即是她是無主孤運 是 好了 她7月1日開始放她出來 她都希望賺到些錢來生活 特別是在下面十八神地很辛苦 如果加衣有些錢給她 她可以賄賂那些銀劃 那些陰差 她們生活舒服一點 所以個個都很希望拿到這些衣紙 所以燒加衣跟不同 我們就是不會有衣疤那些 不會的 就是散修修 通常她會做兩個連座管 一個連座管就擺個觀音衣 另一個就是把所有你要燒的衣紙 所有的符咒 全都放進去 然後呢 首先就燒了觀音衣 燒了觀音衣 觀音就會撻絕了 她就會明白 你這幫人來到的話 等我來主持 分派給你們 是 主要她的情形感 不過現在 因為香港燒加衣的情況 就越來越色味 主要原因 一個政府是怕火燭 我記得我自己小時候 一個童年的時候 每一區政府都要指定一條街 用來燒加衣 整條街燒的 是真的在街邊燒的 在街邊燒的 就放了所有的製品 例如豆腐、龍眼、牙菜等 冷飯都放在這裡來燒 他們就通知消防局 找消防員在旁邊看著 其實就沒事的 當時就很高興 香港的恩恩凡名 就是因為燒加衣 使得那些鬼幫忙推動經濟 那你現在好了 如果你不燒加衣 那些人就雞飛狗走 你不覺得香港的經濟近期 越來越差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師傅你說 燒加衣就是不應該用桶 真的要在街上 是的 這些桶的化寶 是給你自己家人 春秋異際的時候做的 譬如清明、蟲狗 做些附箭、衣包 燒給先人 有名字、有姓 就不用爭 是 但街衣就是由觀音 你先到先得排隊來的 是 其實燒加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其實燒加衣的好處就是 你做了一些功德 你幫了一些遊魂野鬼 使得他們的生活改善了 雖然你說他沒有什麼法力 但他在其他方面 他不搞你 你已經算好 是 你不要說他幫你什麼 他不給你 找些麻煩給你 證明很好 是的 沒錯 還有師傅 是否以前都會在漁蘭聖會 都會燒加衣 漁蘭聖會 因為擔心鬼 到處走 開了一個氣壩 十五就刪 十四、十三、十二 開氣壩 給他們演戲 除了當地的街坊看外 亦都給這班遊魂野鬼 有空去看戲 因為他們一年 一年到頭 讓他們享受一下 其實燒加衣的鬼節 其實跟外國人的Halloween差不多 只是開派對 是的 其實文化是一樣 大家表達不同 是 那是否我們應該 七月開始就要燒 即不是七月十四次燒 其實應該是七月初一 就可以開始燒一次 到凡七日七日 初七日燒一次 十四日燒一次 如果你燒三次 原來是這樣嗎 是的 你不是說 十四之前燒 或者初一次就燒 因為你廣結做多些功德 對自己也好 即是做得最好的話 至少燒三節 是的 初一、初七、十四 是的 沒錯 對你的健康也有幫助 所謂鬼門關開 我們是否要擔心 其實鬼門關開的意思 初一開始 鬼門關 即日落的時候 已經開關 那些人出來 等於監獄那樣放風 是吧 他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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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不是說 他們想賺錢 改變一下他們的生活 那你燒家移民就對了 是吧 他們輪來這裡 然後輪去其他地方 順序 所以我們做功德 就是給他們錢 沒錯 對香港經濟 對人的福氣 可能都有幫助 即是各國都應該燒 正如你是中國人 你有傳統文化 可以燒 還有有沒有一個規矩 我經常說 一燒是燒三年 有沒有這樣的規矩 沒有 年年燒 不是燒三年 基本上沒有停 即是沒有燒開 總之開始燒就可以 沒錯 沒錯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東周網 鬼令精怪頻道 我是我們的主持人 今天我們請到陳家隆師傅 來帶我們燒街衣 我們上次去完新營盤 買了街衣之後 今次陳家隆師傅 就帶我們來淺水灣燒 為甚麼呢師傅 因為淺水灣 大家留意後面有個觀音像 而這個觀音像的成立 是當時 因為在淺水灣很多人游水 被水會拔 死了很多人 於是就起了這個像 觀音像幫忙驅趕水軌 然後保護榮客 所以今天我們燒街衣 也跟這個觀音像 非常之有關係 所以就這樣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為甚麼燒街衣 跟觀音有關係 師傅 我們今天來到淺水灣 我看到已經放了這個陣 為甚麼要放這些東西 其實燒街衣 是有一定的規格 現在我們在觀音像的下面 我們燒街衣 首先 你會見到有個化寶盆 裡面放了一個觀音衣 是 這個觀音衣的作用 就是叫觀音出來 去維持一個秩序 是 這個秩序 因為很多遊魂野鬼來搶 是 它一叫了 它就會維持秩序 所以就一定有個觀音衣 首先要燒觀音衣 第二樣就是優陸衣 是 優陸衣 其實是一個 我們在陽間來說 就叫做醜 即是派醜 就派給他們 當他們領事的時候 就要靠優陸衣 去拿衣 拿一些 我們燒給他們 勉強 沒錯 那師傅 為甚麼是龍眼牙菜豆腐和花生 因為龍眼牙菜和花生 通常在陰間來說 是不能吃熱的東西 哦 原來是這樣 通常是要冰凍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準備花生 牙菜和龍眼給它 至於其他熟食的東西 最好儘量少些 所以就不用熟食 是的 特別是雞 千萬不要給雞 因為雞 對他們來說很忌諱 因為雞 是布時的以前沒有鐘 沒錯 雞 在天亮之前 會叫他們 好酒 太陽出 太陽出 你要回去避一避 到第二天 黃昏的時候 你再出來 雞是有時間提醒的作用 但都可以有酒 有酒可以電酒給他們 是 為何是南北擺 這個原因 南北的意思 因為觀音是坐北向南 是 它從北面向南面看完所有東西 所以擺的時候 游泳野鬼是由南面入 由北面走 經過觀音的檢定之後 是 順次次序地去 去拿東西 這樣就可以化了 沒錯 沒錯 燒完觀音衣和幽露衣之後 陸續燒勉強派給他們 還有七彩衣、勉強、陰獅子 逐樣逐樣化給他們 全化為止 然後就開始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正宗的燒街衣 好 首先拿一個觀音衣 好 就點著它 好 用蠟燭點嗎 是用蠟燭的 好 好 師傅現在就點觀音衣 是嗎 沒錯 先在盤上點 對 先點著它 是 師傅我們現在化完古音衣 接著要怎樣做呢 現在我們第二個步驟 就是化優衣錄 優衣錄 優衣錄 即是讓陰間的遊魂野鬼 來領取醜 好 那根據次序 來 做牌照 去牌照 來領取金銀衣紙 金銀衣紙 師傅繼續化嗎 是 是 將腰部繼續化 好 師傅我們現在化完這個執照 接著就是溪錢 是嗎 沒錯 那應該怎樣做呢 師傅 在溪錢方面分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就是殺溪錢 殺溪錢 就是東西殺的 不是南北殺 因為那些人在東西殺 就是向西邊殺 是 有分了 這個叫做殺溪錢 是 這邊殺這邊 其他就可以化 是 那要先點了 師傅 好 師傅 接著就是什麼 接著到什麼 溪錢之後 就是金銀元寶 金銀元寶 之後 接著就是 這個 冥湯 就是那個陰獅紙 總之就是一樣一樣 是 有次序地去 發完溪錢 是 是 那是否化金銀 師傅 是 那有什麼用呢 師傅 金銀是被他們拿到下面 用來做現金使用 這些金銀 就變成 好像現在陽間的 真金白銀一樣 所以叫做金銀衣紙 是嗎 他化一張就變成金 有些人化一張變成銀 所以叫做金銀衣紙 明白 所以剛才溪錢就請他們過來 對 對 沒錯 師傅 來吧 師傅 你們 是 其實師傅是否點一下蠟燭之後 然後這樣放進去燒 都可以 對 沒錯 讓它慢慢化 對 沒錯 師傅我們化完今晚 接下來就是燒這個 鷹絲紙 是 鷹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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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意是燒給它 直接傳到銀行 是這樣的 對 它不用在圖中拿 明白 那些人拿了之後 直接在鷹絲紙 即地底 地陰間裡的銀行 是 給它傳到 明白 這樣也是照點一下 就行 對 對 好 沒錯 那它們會點一下 對 沒錯 有經銀行的匯給它 師傅 燒完啟前 我們接著化什麼 化七彩衣 為何有兩種 一種是冬天用的 就是這隻 手握這隻 為何冬天用 厚一點 冬天厚一點 夏天薄一點 即避避衣服 就是冬天和夏天的衣服 對 好 師傅 接著這個呢 接著就是大飛鳥 臨尾圓 就化大飛鳥 對 這樣就化了所有東西 化了所有東西 好 明白 師傅 我們開始 好 冬天厚一點 夏天白一點 師傅 這個其實是類似 代表布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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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我們現在化了寶 燒了金銀 我們現在最後 應該有甚麼步驟 為了不要讓冤鬼 跟著我們回家 離開的話 我們要灑真錢 給他們收拾 哦 要在化寶盆的東南西北 是 灑一些真銀 是 因為它上去都要用錢 明白 下面就要用陰獅子 哦 上面都要用錢 對 那它就不會跟著 就不會跟著他們回去 是 OK 師傅請示範一下怎樣灑 這樣灑呢 這樣 是嗎 是 這個方向就這樣 哦 明白 這個方向就這樣 是嗎 這個方向就這樣 是 總之四個方向 周圍擦一下 是的 這樣就大功告成 對 師傅 我們原本就完成這個燒街儀式 對 完成了街儀式 然後最重要就是清潔環境 消滅火種 沒錯 好 麻煩陳嘉童師傅 好的